一个社会要开放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选择 有些人说我不想打疫苗 OK 但是呢 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 但是社会也有社会的选择 就是你一个国家 是要为全体整体的人民来思考 这个greater good for society 那所以呢 我们会变成说 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可能能够进出的场所就会越来越少 就是说你没有打疫苗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电影院 你没有打疫苗 你可能有些公共场所 包括学校都有可能说 你没打疫苗 你就可能不可以参加 100个人以上的课 或者是不可以到cafeteria去吃东西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个空气到底是属于谁的 我们之前呢 比如讲说有人想抽烟 有人不想抽烟 所以这个空气到底是谁的 是想抽烟的还是不想抽烟的 其实空气是大家的 所以要有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也就是说 社会要有一个规范 如果大家认为说 对社会最好就是要打疫苗 那你如果是不想打 而不是不能打 那你可能会有所限制 就是说对不起 这个地方是不抽烟的地方 你不可以进来这里 那可能会有所规范 这样子社会才可以继续的运作 那当然在民主社会里面 就是要有一个共识 这样子才可以推动 对不起 那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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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助